好可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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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鼓勵一下 好可憐喔 是是是 不得了 我就說嘛 我這個弟弟小哥啊 不然這麼好聽的歌曲 現在都用我來代勞了是吧 不過啊 聽說他現在退休之後啊 時不時啊 還是會關心一下流浪動物啊 據說已經捐了五六百萬了 怪不得啊 我那個姐姐現在到處流 是這麼說啦 今天就算沒有人陪啊 還是有一個人硬要來找我 是不是我的老朋友 唉唷 我們來一攤就近好了 來 掌聲歡迎他出場 還有誰啊 好可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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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出來唱這個歌是什麼 鳥哥啊 一點都不覺得 真的是鳥哥啊 快樂鳥日子 我說這首歌 你要祝人家生日快樂 怎麼只祝人家到五六十歲呢 五六十歲 五六十歲 什麼意思 你是不是針對我 沒有沒有 我沒有針對你啊 你已經六十九歲 今年要七十了 當然 你已經多活十年了 唉唷 我第二段是針對憲哥 唉唷 他今年九月二十六就滿六十了 滿六十了 剛好五六十 不是 他剛剛沒有 誤會了 誤會了 那個女生意思還是要希望大家 健健康康啦 對 唉唷 講到重點了 健健康康 還沒跟大家介紹一下 各位朋友們 你看 為了拍戲把頭髮都給拍白了 掌聲歡迎黃鐙輝 喂 我是黃昀燈 田昀燈型 黃鐙輝 喂 喂 沒有啦 我是康康 是康康啊 對啊 黃鐙輝在老倒嬌嗎 我這個墨鏡戴了很常都認出 你的老花眼好像越來越嚴重 你看看我都把主持人都快認出了 今天有代班 代班 宗憲代代班那個徐凱希 隔壁這個是大根嘛 喂 你說什麼東西啊 大根畫壁 看清楚 徐凱希 梅東森 林大根 對 還好合理 又同樣一個level要擺在一起 對嘛 是 前陣子啊 聽說啊 你是不是被狗仔拍到你 時間能不能暫停一下 怎麼樣 就是喔 心情不好看這兩個神經病聊天 我變得心情還滿好 請繼續 你看到沒有 不是要聊 不是要聊 前陣子那個前輩說話 被偷拍 你前陣子被拍到 跟兩個辣妹在喝酒 還不歡 你沒有聽過憲哥說的嗎 報紙啊 真正的是 來 講一個 大根呢 在KTV唱歌 循環 然後被人家打 我們羨不了他怎樣 不是 我怎麼講大根 你好像特別激動 差點搞混了 我是病人 講到朋友 我還想說問問你 是 我問一下 你說你的朋友都來跟你借錢 其實那麼多錢 他們現在搞定了沒有 還都沒有 不是 這個朋友有 那我們就是要拔刀相助 那是當然 但是要借錢容易 還錢就很難 借給朋友還好 如果借給親人 那就更辛苦 請問這個橫樹法師 最近有跟飛郭林聯絡 一切都好 那我們一直只沒有見面 他現在住哪兒 我是不太清楚 不是 因為以前我在你旁邊 橫樹法師 他很照顧我 所以我也關心他住在哪裡 我們今天就不要提姐姐的事 因為我會有一點緊張 我們來聊聊 今天難得來 要不如就安排一首歌曲 唱給大家聽怎麼樣 忍姐 住起來 輸不出來 不是 你比較以為改成台語的 我就聽不懂 飛哥 我的意思是 我今天要唱這首歌 叫做 忍姐 住起來 這是 你怎麼會想選這首歌 你也知道 彭哥最近也是雲遊四海 到處廣結善遠 是啊 我聽許孝順在說 彭哥現在很省 吃牛肉麵 我不加牛肉 省錢 甜不辣 他也不加辣 他只是不吃辣而已 我 你乾脆說他 不是 你不亂講 他就是要阿婆 他才叫阿婆鐵蛋 他是不要鐵蛋 他本身機 喂 不要開玩笑 你說整個康康真是愛說一下 天氣啊 長起來了 但這首歌你選得不是很好 又不是很好 為什麼 這首歌 抄襲 抄襲 而且抄得還不只一首歌 還跟著這樣流行 流行 很早就抄 抄好多條 有嗎 你不信我唱給你聽 來 音樂 為您介紹 洪詹燦先生 生平最紅的一首歌 先聽聽聽聽 原本的先唱給你們聽 來啦 你說你們這兒帶起來 你說你們這兒帶起來 是怎樣我的都不知道 是怎樣我的都不知道 他憑七千三來頂下海 來啦 我每個休息靠面 第一首抄襲的歌 你敢有聽到路好誰 你抄襲 我抄襲 先想是把人在笑我 哎呀 沒人認識啦 我抄襲的感情 扛到兄弟大 喔 張青芳就做了 誰的人跟你笑笑 笑笑 不管越遠越遠 要不要出體驗啦 不管花開花瀉 我花開花瀉 我要遲遲地等 我會遲遲地等 等你回來 這一首才是 好 如昨年要離開我 我送你 青春失眠來告訴我 青春失眠來告訴我 不要偷偷摸摸地走 不要偷偷摸摸地走 像三次一樣的百年 還有一首 柯仔丸 喂 太硬唱了 很硬唱了吧 哎唷 謝謝大家 謝謝 喂 好了 太硬唱 對 完全還來一個柯菜 對 對啊 速度也不對啊 對啊 你們要這樣 柯菜窩心滴的名字 什麼愛窩心滴的名字 這樣子很厲害 你們可能是好朋友嗎 是 哪裡有 你們兩個哪有啊 你剛剛說 你跟他認識的時候 13年 13年 我們認識 真的嗎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我跟那個 大哥沒幾歲 我們主持一個節目叫做 《綜藝二人傳》 二人傳 有沒有 你講可能大家印象比較深 因為 沒有啦 我們有錄兩季啊 那個有兩季啊 那個後來是被黃德輝做垮的 對 就是這樣啦 《綜藝二人傳》 那名字還是我取的嘛 對 只要能夠脫口秀的 或者是兩個來表演唱歌的 或者是相生的 變魔術的 什麼只要是 都可以 素人就可以上 他帶了一個搭檔叫做 番薯 來過一次 然後是那時候他才15歲 就這樣認識了 對 就認識了 然後後來又過了五年 那個 歐弟又主持魔王大道 然後我是那個評審 評審 他也是來比賽 我也有去評審 然後那時候又重逢 你看又認識了 到現在大概又十年 總共15年的時間 對啊 你怎麼沒有 就說考慮說 沒有啊 好跳痛喔 因為我這個頭髮 好像一個禮拜就會長白了 真的喔 每一次我只要一個通告去染完 然後又要等通告 乾脆就不要染 有考慮戴假髮嗎 沒有 天哥沒有人見過問題 我真的是有一頂可以戴 這裡就有一頂可以戴 這樣很方便不用瞟 如果我想說 反正這個疫情的時候 也就是工作比較少 都是在家裡照顧小孩 陪小孩 你是被偷拍啊 朋友 然後帶兩個禮拜 沒有 我帶了高雄的朋友去看 那個荒山亮的演唱 OK 然後他們各帶一個女生的朋友 我根本不認識 所以總共五個人 對 那這OK啦 OK 為什麼 那你們的 你們的 沒有啦 那是他們的 他們的女性朋友 有多人 我已經改了 你看可以成為這樣好朋友 對 一路以來滿久的 但是這一個人 好像沒有把我當好朋友 有啦 怎麼說呢 我是把你當好朋友 他開了一個店 然後我跟他說我一定去捧場 但是因為我有家庭之後 我就晚上比較少出來 那沒辦法 結果我有一天就說 好 我一定去找你 他就說幫我留位子 我不可能一個人去喝酒 對啊 找了拔雲 蟲蟲 對 一大堆王彩華去 吃吃喝喝都吃你 喝到打烊 怎麼這樣子 從頭到尾都沒有出現 這個是傳達訊息的人有問題 他那天跟我的店長跟我說 康哥找你 OK 好 康哥找 我就打給康哥 我就去跟康哥喝酒 後來喝完醉了我才發現 還是喝醉 對嘛 我是喝醉人嘛 對 真的 對啊 我們開店哪裡 一定找朋友來捧場 什麼 我都開了一個店 然後朋友一直要來 我說不要 別來 不 一定要去 我一定要來捧場 是啊 後來名片遞給他 他摔在地上 怎麼了 我最近開了一個 看了這個 看你來捧場好不好 好大 你能不能亂捧場 好大 是